各位網友大家好 早晨 只有我一個 沒有戲歌 佳欣春眠 春天好睡 所以他春眠 我自己的新聞 今天的氣溫是19度最低 27度最高 他說27度 27度很熱 今天大家會有些溫差 穿不穿外套就自己想 10%降雨量 少少風 14公里的風 不是太厲害 今天跟大家說回疫苗的資訊 說少一天就知少很多事情 因為現在 剛剛又有第四宗 兩個星期之內 第四宗 有個70歲的婦人死了 有個67歲的老翁 是偽胎 說他們皆有長期病 不過長期病也挺好笑的 我覺得 不是說笑人的好笑 我說解釋好笑 那個老的女人 70歲 他說在2號 九龍灣體育館 接種了疫苗 科興 說他有什麼長期病 就有高血壓 還有退化性室關節 退化性室關節 還要寫在長期病上 退化性室關節會不會死人 是不是多餘 你說高血壓 高血壓 自然也一樣 例如高血脂 和糖尿 這些 有三高 正所為 三高裡面才得一高 其實在70歲的女人來說 我又不覺得身體特別差 對 對 你退化性室關節 50歲也大有人在 我有個孤姐 50多歲 她已經退化性室關節 這個也可以折扣 然後折扣下去做這個 什麼 對 折扣下去做原因 你真是 玩東西 對 另外那個67歲的男人 也是在3月2日接種 又是同日 中午突然在地鐵站 游暈了 送去廣華 昨天在Facebook一度封傳 就說這個人都搞定了 現在就說他是危台 希望他沒事 有些網友 很可笑的 收到這兩個消息之後 就馬上跟別人說 關什麼科興事 潮濕而已 那個老翁暈倒 只是滑腳而已 那個女人 沒事的 那個女人 只是自己 剛好 時間而已 大家都懂得找 不是科興 而是其他原因 就搞到 人們好像拿這些東西來笑 其實 真的 人命攸關 人命攸關 我們不可以經常 習慣了手勢 我們希望說這些新聞 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但他們依然出來做代言 又說 又這樣 總之不關事 我們自己香港人 口一句就懂得說 不關事 可能天氣潮濕而已 很多原因 關什麼事 嚇壞而已 這樣 但是 香港就因為 算不算是政治 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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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心 你不可以因為藥的出產地 而 繼續去使用 還是怎樣 我們看外國的例子 外國 你就知道分別有多大 歐盟那邊 這隻叫做阿斯利康 其實他也不是沒問題 他也有事 有血栓的個案 丹麥那邊有一個60歲的女人死亡 她生前接種了阿斯利康 那是否有關呢 那邊也說 其實你現在說有沒有關 他也會說 別人那邊也說 你言之過早 是不是疫苗的問題 但是別人那邊一有事 我告訴你 有三個地方 丹麥 挪威 冰島 就立刻暫停使用這隻疫苗 喂 你一向都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哪一種藥有事 或者懷疑有事 當然是先停了 你想想 香港兩個星期四宗死亡個案 香港兩個星期有沒有四宗 沒有肺炎死亡個案 兩個月都沒有 這件事很嚴重 本身整件事本末倒置了 你打疫苗就是預防疾病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但是死亡率一增加的時候 是不是 你還要宣傳 打疫苗 高度防疫 但是你的疫症 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 哪怕你是香港的健身室 說到累計有五十人確診 有沒有一個致死個案 聽不到 沒有 所以你說香港搞什麼 現在疫苗這樣 你還是繼續推 你看看歐洲 歐洲 歐地利 那裡都有這些個案 死亡人 但是歐洲那邊 立刻有些國家 就知道什麼事情 要停 這些是正常人的邏輯 但是香港搞得不正常 很多人無知婦孺 你看電視 依然說大家一起打疫苗 但是外國已經有另一個標準 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希望香港人自己自求多福 有些獨立思考能力 就可以保住這條命 因為疫苗的事情一定是這樣 現在是這些所謂 不敢說 試驗階段 但是 因為他們之前做的數據好像是千多人 之前叫做千多人做數據 現在說到十萬人打了 數據就會變得好 更加有一個測試的數據出來 我相信那些疫苗會越來越好 暫時是這樣 有些人說 打什麼好 有些人說 不如打復必泰 有個男人說 日本人也打這支 你想去日本旅行 你不打針怎麼可以 真的很恨打針 但是其實 東京那邊搞奧運會 都說不接待你外國的遊客 我想其實 通關都暫時無幫 我相信你以後 你以後 安全的疫苗 隨時 隨時是這幾種以外的疫苗 不是科興 還是復必泰 還是新康納利 說笑話 我都不記得了什麼名字 隨時不是這幾種 可能是另外一些疫苗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可以等的 就先等一下 神經病 你根本上 你現在的肺炎 不是即時死亡 但你打針後 就有數得計 你只是看數據 我相信數字 我不是亂說 大家自己小心 雖然某些媒體會叫你打吧 為己為人 但是 是不是真的為己為人 有時真的 唉 自己想 很難說 很難說 再說一下 昨天說過 香港區現在的風化案放題 這個放題還在吃 周圍都有被捕 天水圍 有個男子非禮 20歲 非禮19歲 油麻地 又有個49歲女子 警察拘捕了33歲 色狼 也是 很多這些 比較年紀大 的女人 都50歲 33歲的男 比我還小幾年 為何現在的人 接受能力這麼高 還是什麼呢 我昨天說過春天花會開 春天特別容易 人們交配季節 我再說一個資料給大家聽 其實春天 就算在美國的校園暴力事件 都會特別嚴重 因為人類在春天的時候 就說交配季節 那個雄性的激素是會倍增 就會增加很多 不敢說倍增 增加很多 其實人是受賀爾蒙所影響 女人也是 所以為何說M到的時候會特別 情緒變化 男人也是一樣 除了會搞這些風化 即是忍不住 還會有些暴力事件 會多了發生 大家自己小心 因為我們都在這個肉身裏 被他控制著 很多事情都會 自己有些憤怒 或者有些古靈精怪的情緒 你不知道為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春天 天氣變化 這些叫外因 會影響到人的思想 再說 有些是風化案 有些是經營一門生意 我之前有說過 夜總會 通常女人出來做的 都比較年紀大 但是 這個很特別 也是一個香港的悲歌 油麻地夜總會 遺憤營業 警察拘捕了一個負責人 票控了15人 裡面有三個女童 可以這麼說 都是小過16歲 最小的是14歲 真是 雙風敗德 簡直是 這麼小的都說出來做的 都離譜 真的 女的又離譜 你接收這班女的更加離譜 你有沒有搞錯 真的 我覺得 真是 不知道為什麼 是什麼事 那件事是在上海街發生的 樓上 遲排夜總會 遺憤經營 49歲的男負責人 又被拘捕了 涉嫌違反 預防及控制疾病的條例 其他人都被票控 裡面有七男八女 14歲至49歲 其中三名未成年女童 由警方帶回去警署 聯絡他們的家長去警署接他們 哎 搞到這樣也有 那些年輕人上學 做什麼 這麼小時候 走出去做的 我不知道他們本身 真是學生妹 真是不想見到這些事情發生 你以為香港現在不是窮得這麼厲害 香港現在不是貧窮的問題 基本上 香港現在就是管治的問題 是 政策的問題 人心的問題 你以為是窮到沒有飯 可以出來做 你以為六七十年代嗎 現在的人出來做都不是為 是為兩餐的 為個袋子 為些無厘頭 無謂的東西 你知道那些人如果想歪了 之前那些大陸那些 為了iPhone 都可以賣了個腎 現在那些人不知道為了什麼 你說真的為家 為生計才出來做嗎 那麼差小時候 希望他們的家長知道這些事情 就不要讓他們這樣繼續 行叉答錯 其實警察不應該只是被家長接回 這些事情應該社工跟進 你要撲滅這些罪行才行 不能讓這些事情再發生 但是我知道這些事情 一定是星星之火 很少的 你說抓不到的 我覺得是更加多 那些出來援交 我希望那些人有機會 聽到這些廣播的時候 你有緣聽到 看看自己身邊的小朋友 會不會說 不知道晚上去了哪裡 整天無端端多了錢 你管一下那些小朋友 教育一下他們 雖然你們香港人 都可能覺得生活有點艱難 但是也不是說艱難到這樣 小時候出來做這些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一個人說話 可能都沒有人回答我嘴 所以一剛起床 思想未太清晰 希望下一條可以給大家一些好的廣播 今天時間這麼多 謝謝你 拜拜